民主的悖論 民主的悖論就在於政府雖然是個人的工具,但由個人組成的社會卻個人的權力構成成危險。 。 解開這一悖論的現實辦法,就是將公民自由的概念引入政治領域, 從理念上和實踐上劃分工程和私程政治領域和非政治領域的界限, 將民主的範圍限定在工程及政治領域之內。 現代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標誌在於,個人擁有的私人生活空間和公共生活空間等重要。 然而,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在外延上似乎是一種死消彼長的關係, 作為公共生活的民主範圍的最大化,就意味著私人生活和個人自由,即消極自由,範圍的最小化。 。 民主的理想模式並不在於二者擇一,而在於尋求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合理界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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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